都花妹全身包得紧紧的 还说有烟内 大家跟我都要穿得跟熊一样哦 天气冷嗖嗖 向来不怕冷 穿得相当火辣的罗佩颖 也在微博上po出隐形眼镜 结冻成冰球的照片 直呼这是要怎么戴呀 我罗佩颖成亲 这是朋友传给他的照片 不是在台北 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 只是当有一个人看海 另外在大陆参加歌唱节目的 啦啦徐佳莹 冷到躺在被窝里 动都不想动 还配上蛋黄歌的图案 他也希望流浪者都能够暖和着 而相当宠爱宠物的 傲犬和宋米勤 则分别po出爱犬过着被子 躲在舒适狗窝里 不愿意出来的模样 宋米勤的狗更是四角朝天 看来相当舒适 人在日本的JR纪严凯 也不忘叮咛大家要听话 多穿一些 原爱妃则是不为寒流 到处跑宣传 不像其他团员包紧紧 露出一双修长白腿 还自嘲我的下盘超级耐寒 跑宣传的女神还有阿喜 遇上帝王级寒流 只能把全身贴满暖暖包 边跑行程还边吊出来 十年一遇 艺人朋友忙碌工作之余 还是提醒大家 要做好保暖工作 避免受寒 记者黄雯文 吴清俊 台北报道 亚文 吴清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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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